股票投资让你伤脑筋吗?想要学习投资一技之长吗?欢迎收听股海飞扬 大家都开始觉得,哇,这个行情也没有量,然后也涨不动,然后感觉有很多的变数,然后感觉好像会下去修正,好像怪怪的 昨天晚上美国股市CPI也公布了嘛,那符合预期啦 然后NVIDIA昨天又在大涨了,因为它有一些利多的讯息的一个激励 所以整个NVIDIA带动之下,昨天美国股市直接的向上拉一路拉高 表现非常强势,那带动整个今天,当然台北股市尤其是以AI的领头羊台积电为指标做强攻 所以今天的指数其实主要还是贡献在台积电 那这种行情就是符合了最近这一两年来,在台积电带领之下的台北股市的标准走法 由台积电带领让指数上来,然后让成交量能够放大 今天的行情又回到了以台积电为主体的一个多方的一个多方控球的一个格局啦 好了,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那是否一切尘埃落定就是确定没问题了呢? 当然不是,因为这个行情如果你单纸指数从技术面来看的话 你要正式的由修正结束确认,其实还没有到那个条件哦 所以,但至少今天这个红K其实它化解了短时间内的一些疑虑啦 暂时目前来看就先交由多方来掌控 那掌控到什么时候呢?因为基本上目前最大变数不确定因素 当然还是在FOMC会议啊 那所以到下礼拜到月中之前其实多多少少还会有一些 像是这个所谓的处理失业金啊等等一些 一些所谓的一个失业率等等相关的一些数据还是会再出来 因为这个都还是会影响到到这个所谓的一个最近这一次的一个降息的幅度 那所以还是存在的一些不确定因素 因此整个行情,我们目前可以告诉各位就说 它是一个多方有拿回发球权 但是是否确认,确认已经完全没有疑虑了 目前是还没有,你也不能这样讲 你这样讲的话有一点太,讲太快了 好,我说看行情这种东西你还是要看到一些确定的东西之后 比如说什么价位到了,我们才能够认定它是除 今天我在节目,我在这个早上解盘的过程中 跟我们的客户有提到,加权指数什么价位过了之后 才是代表它确认了一个修正整理结束 那目前为止是没有看到的 这一点我先跟你讲 所以既然是如此的话,那讯号什么都没有确认之前 目前我们只能说多方有拿回发球权 但是后续呢,基本上还是一样 在确定怎么降息,降息幅度都确认之前 市场还是充满了一些不确定因素在里面 所以要提防什么 提防就是它还是持续呈现出一个整理格局 那甚至不排除下礼拜的上半周 可能又是呈现一个量缩震荡整理格局 那既然是如此 所以各位其实根本不用急 根本不用太急躁 也不要说老师,我今天看到今天股票大涨了 我好紧张,我好想去追股票 我想怎么样,怕这一波行情我又错过了 然后我又听听什么节目说 这个行情第二只小确定,已经确定了 赶快买 我就忍不住想买了 我还是跟你讲,不用急 懂了吗 所以我常常讲 我说你要在台北股市 你要有高度 你的高度去看整个市场 你就看得很清楚 看得很清楚之后呢 你的心态就是平静的 你是很平静的去看待每一天的行情 然后呢,因为你看懂了 所以怎么样 你就会有一个策略 那透过这个策略的规划 你就知道 我要怎么样去做进场 投放资金 一切都会很明朗了 你就不会说我今天听到那个节目某某人说什么 我被影响了 我两个小时之后 我又听了某某节目之后 又被某某人影响了 我又怎么样了 我们不可能不接触到市场网路等等的一些太多的讯息 我们不可能不接触这些讯息 可是问题是你要有自己的定见 对不对 你要有自己的判断能力 那就代表什么 你要有一个高度去看整个市场 你自己看得懂 你就会有自己的想法 而且你的想法是一个客观的 你不是很主观的 你是一个很客观的 然后你就会从你听到的 接触到市场上众多的一个看法里面 你就会去归纳 你就会知道谁的看法 你觉得可能参考性比较高 谁的看法 你觉得有失这个缜密的一个思考 所以你就会去做删除法 就知道什么样的一个节目 或者什么样分析师 什么样的一个机构 什么样的一个媒体 他的一个评论是比较客观的 参考性比较够的 你就会有一个答案出来了 你就不会什么 谁说什么你就信 那个人换一个说法 你又相信你搞得自己乱七八糟的 所以你自己要先有一个想法 你的策略是什么 先看懂再说 看不懂不会有策略的 看不懂人没有策略 所以就会每天都想买股票 每天都想怎么样 跌的时候就想把它看空的 甚至还想说 你可以教我怎么放空吗 什么想法都来了 昨天自己的大盘表现不好的时候 很多人就开始说 我想要学习怎么放空 你看 那今天大涨四五百点五六百点的话 老师我觉得还是不能放空 应该要做多 因为有人说第二次要确认 你看一下好一下坏 一下好一下坏 要有自己看法 好那我已经讲过了 那这个行情我刚才讲过了 目前交由多方掌控发球权 可是这个发球权延续到几天之后 我认为 我认为这一次基本上到下周的上半周 有机会还是呈现一个观望 拉回整理的几率都还是存在的 所以其实你操作上面你根本不用急 好不好 那不用急 可是不用急 那问题是怎么做 不用急是每天看每天等 那问题是你要看等 看什么等什么呢 不是每天看不是每天等 而是心态上不用急 因为对指数来说我们认为你根本不用不需要急 那问题在个股操作上面呢 个股操作上面你就要先规纳好 什么标的可以买了 什么要地可以买了 那买的原因背后故事是什么 然后在赤膊股价进入了一个转折区 如果是我就开始投放资金 先开始买 提前先买 而且重点是我要买我们叫买哪一种 背后有故事的 而且呢 它是经历了长时期的整理震荡之后 压缩做准备起跳的准备跳上来的 这种标的最棒的 因为你会买在最初最初的波段起展位置 你绝对是风险最低 获利率最高的这种标的 那这种标的有没有 当然有 而且我节目中会陆陆续续的一档一档的 提前提前提早跟你预告 预告同时也是同步的邀请你一起来买 好 我们现在就来检视 我陆陆续续一档一档提前提前提前预告 邀请你的是不是都上来了 今天又有股票了 你看几乎两天两根涨定 CPU CPO每个人都在讲CPU CPU一涨起来每个人都在CPU 细光子 细光子 它绝对是 它绝对 基本上 到明年 你会发现整个细光子 它已经更是一个明确的一个 对某些厂商来说是一个明确的一个 在整个营运上面的一个会有实质的帮助了 甚至你可以说这个话题 这个题材 这个细光子技术会在明年甚至更爆发 更大放异彩 可是问题是股票这种东西 你要等到大家都已经很确认的时候才去做吗 当然不是 因为股票是反映是未来的一个未来 它反映是未来一个机会 未来一个想象 未来一个会实现的东西 未来会如何 我现在市场就会先给它一些未来的评价 那好的就先涨 未来如果是不好的我就跌了 所以现在跌什么 跌未来 现在涨什么 涨未来好跟坏 懂哈 那既然是如此 那我就知道了 CPU这种东西一定是 它是看一个未来 台积电也在积极开发发展 对不对 全球的很多的高阶的半导体厂商 都在想这一块 所以它是未来一定要走的这条路 它未来一定要实现 一定要走这条路的话 那请问 现在是不是就应该去做 那股价是不是有些 有些有些 有有涉略这一块的受惠的公司 是不是股价就会就不会寂寞 对 所以你看 从最早期我们做过三四五年的联军 你有长期听我节目都知道 从联军 然后到波洛威 然后到最近我跟你讲的 308的联雅 然后再到最近最近这一次最新的 我说联雅之后的是什么 4977的重打 每一档都大赚 而且每一档都是我提前先预告 我们要准备做什么样的标的 你们赶快可以先来报道了 有没有 那就一次一次验证 一次一次给大家赚钱 好 那我说过了 反正做股票就是如此 你的方法要对你的观念要清楚 然后你要真的要你投放资金的时机也要掌握住 好那个timing也很重要 来 CPU最近最近我跟你说 我给你一份资料 CPU的相关资料 里面有一档标的 我说它是一个被位阶最低的 然后被低估的转积黑马了 CPU的黑马 那后来拿到资料的都知道第一档是谁 就是3081的联雅 那我给你资料之后 你拿回去之后 你发现股票开始做一个起涨 涨了多少 各位看画面 再提醒各位一次 如果听众朋友还没有加我们官方LINE的 你看不到节目画面的 那请你加LINE之后去点选解盘 YT解盘就看到画面了 看到画面之后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 还有你就可以清楚明确知道 你现在可以买什么标的 我都会给你看画面 看图表 你就知道该买什么了 想要知道买最新标的在哪里 是什么标的的 赶快加LINE LINE上面有影音解盘 来 这个标的是当时我跟你讲 要去买联雅的时候 当时在这个位置就预告的 结果这一波联雅一喷喷喷喷喷 喷到全市场都在讲联雅了 有没有 我赚多少了 这一波涨上涨多少 98% 98% 我就说了 我们客户小资族 小资族38万资金去买联雅 38万的资金 小资族 他就是38万 你说为什么不买多一点 他没办法买多 他就是38万多 40几万资金 他用38万去买联雅 对不对 所以你说为什么涨98% 为什么客户不买多一点 我就讲了 我说我节目中都会拿小资族的客户的案例跟你分享真实故事 我讲的就是要讲真实故事 我要告诉各位 为什么讲这些小资族的故事 因为我要让你知道 我相信现在在看我节目的 听我节目的听众或观众朋友 很多都是小资族 资金可能在100万以内 那你来台北股市 投资股市 你想赚钱 可是问题是你苦 苦债你找不到方法 苦债你不知道买什么好 你又担心害怕风险很高 资金有限 可能只有三五十万 四六七十万 怎么做 所以我说 我用我们身边 我们在客户里面 小资族 他们的真实案例 讲给你听 其实资金不多 其实也没有差 多跟少的资金 其实我觉得差就差在 你可能你投放资金 可能是比人家多 你买的比较多 可是问题是 你重点是 你买什么标的 你一档股票 你买五百万 你买的股票买错了 你一样赔 你赔的速度也很快 所以买对股票 比你有没有钱 都来得重要 那我要表达 就是这件事情 那你看 308的联雅 我们小资族客户 38万去买联雅 赚了37.2万 38万赚 37.2万 那他38万现在变多少 你知道吗 变成75万 76万 在他之前 他还剩下几万块 可能现在资金 大概出估就是80万 80多万了 38万 40万的资金 现在跳到变80万了 一档股票联雅 而我在 我在提醒你来买联雅的时候 CPU的黑马的时候 当时有来的 你看 如果跟他一样的话 才多久时间 两个多礼拜 两个多礼拜 一个客户 小资族 三十几万 可以变得多少 80万 总资金 40多万 可以变得80多万 快要 快要接近百万了 有没有 是不是很快 所以是不是买对股票 才是输赢关键 那你说那买对股票 对联雅背后有故事 背后有故事 然后再搭配了什么 联雅他是这个 大台积电的 这个CPU的联盟的成员 然后重点是什么 他的背后有故事之外 我还讲了一项 重点是什么 你什么时候去买他 那个时机timing 他必 所以现在你要买股票 你必须要符合什么 背后有故事之外 他必须是什么 长时期压缩 压缩整理之后 准备上去的股票 他才具有爆发性 那这长时期要多久呢 我现在再给你看另外一张画面 这是联雅的月线 一根K线代表一个月 所以你看 我在跟你提的时候 在这附近 那代表什么 经过了整理的几个月 整理几个月 来我们算一下 我就现在算一下 他整理几个月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 他前前后后整理了二十二个月 二十二个月是多少 快两年 他在这个区块里面整理了快两年 然后整理了快两年 我拿来跟你说 你注意这个标的 是CPU里面的黑马 讲完之后 讲完之后 你看看 喷出 为什么他可以喷出这么快 这么短的时间内几乎一倍 为什么 因为他整理了多久 二十二个月 这样你懂了 二十二个月是多久 快两年 整理两年 我说他要上去了 一上去就接近一倍 这样你懂吗 所以为什么要买什么 背后有故事 然后再搭配这长时期 整理后准备上去的股票 为什么 因为 你看到结果了 你看到为什么了 对不对 所以我说 我们做任何的操作 其实有时候除了经验之外 我还是讲了 就是 其实经验就是告诉你 就是 其实我们在台北股市 做这么多年 该怎么做 我尽可能透过我的节目 短短二十分钟 传达给各位 让你去知道 你去可以朝这个方向 去模仿也好 去学习也好 但重点是什么 我给你绝对是真正的 会成功赚钱的做法 你说老师 可是我学不来 我做不来 那没关系 你可以跟着我做 就是这么简单 而且关键是我节目中所讲的标题 都是我提前先讲 我绝对提前先讲 什么股票准备上去之前 我们先讲 先来买好 先做准备 正式爆发前 你要先买好 未来正式爆发了 你才是尊重最大赢家 好了 联雅之后 我跟你说什么 我跟CPU看这个 最新报告出来了 而且蛮厚的 这份报告里面 我说我不能讲太仔细 讲太仔细 你会知道我在讲什么股票 所以我只能跟你说 来 连公司董事长的照片 我都给你看 对不对 然后呢 然后我给你透露的是 它的特色是什么 它背后就告诉你说 这家公司它怎么样 它旗下CPU的产品 在2023年的第一季 其实就已经推出了 你懂吗 一堆公司根本没有CPU相关产品 而它是真的在CPU相关产品 已经2023年 去年第一季都推出了 这样的公司 然后股价呢 居然没有涨 那到底什么时候会涨 这一定会涨的 你懂吗 因为这家公司在CPU产品 真正是有在出货 而且呢 到明年 会整个大量商业化 爆炸了 要准备爆发了 所以这种标的 不可能等到明年爆发 我才开始股价爆发 不可能 一定先动 一定先动 那既然要先动的话呢 你要先做布局 那我怎么知道 它什么时候涨 你看我节目 你就应该知道 我有邀请你来 好了 结果呢 昨天 仲达 涨停 我昨天给我们客户的讯息内容是 4977仲达 是继联雅之后 细光子最新转机 黑马股 公布营收已经开始暴冲 目前 强攻涨停 旗下CPU产品 已经在2023年第一季推出 虽然大量商业花时间在2025年 那仲达将借此获得不可忽视的竞争优势 涨停板 恭喜大家 昨天第一根涨停 今天第二根涨停来仲达 今天你看 第二根涨停 连续两天两根涨停 为什么 因为它是经过压缩整理之后 点火爆发的股票 马上两天两根 短短的两三天的时间 35万资金就赚多少 快6万 35万赚6万 44万赚7万 我们用53万买进的人赚8万多块 39万赚6万2 47万赚7万5 61万赚10万 很快很快很快 因为这种标的就是现在你要做的标的 好 那CPU的联雅之后接中达 全部都大成功 OK 错过的没有关系 错过的不用气 为什么 因为至少你错过这么多档股票之后 你错过这么多赚钱机会之后 至少它证明一件 你得到一件事情 什么 你今天听了这个节目 你今天看了这个节目 这个人 这个团队 他不会骗你 他每一次都提前先讲 让你去验证 验证一次 两次三次之后 验证四次 五次六次之后 到现在 如果你觉得 我今天要给你推出的这个最新标的 你有兴趣 请你跟上 如果你认识了我们这个团队 你觉得不错 可以信赖 那么请你注意听 我接下来跟你讲这个标的 你今天看画面 来 我说过 你没有加赖的 你看不到画面 很可惜 你敢在加赖 加赖之后看画面 我给你看这个这场股票的画面 你看一下 请问你 你觉得这个标的 是不是经过修正 长时期 大波修正 修正之后 开始进入压缩期 有没有 你自己看 是不是大波动之后 你看大波动之后 进入长期压缩整理期 有没有 这种长期压缩整理期 就等待一个故事的爆发之后 股价就点火上去了 OK 那个整理期 足底多久 足底多久 14个月 然后来看 14个月是一年多的时间 长期足底压缩 14个月 一年多的时间 现在我跟你说 这里一点火就上去 又爆发了 它背后有故事 背后有故事 跟基本面 有直接的关系的 一个好公司 背后有故事 跟接订单 跟新订单出货 等等有关系 我不能名讲 背后有故事 那背后有故事 足底14个月之后 准备点火压缩 最后要爆发了 请问你 现在我带你买这个标的 你要不要跟上来 要跟这档最后 这一档 足底14个月的标的 这档最新标的 听众朋友们 小资族投资朋友 如果资金不够多 没关系 100万元内都可以 来 我会照顾 所有的小资族投资朋友 小资族投资朋友 你今天有听到节目的 我会给各位 一样小资专案 小资专案 我说过了 最后10秒钟来 听我讲 一个月只要几千元 只要几千元 小资专案 几千元 一个月 只要几千元 小资专案 为什么我这样子 给你小资专案 因为我说过了 你这样子 你来 没有压力 你没有压力的 来加入我们之后 我们来买最新标的 我们来买最新标的 买到赚到了 我相信 你一定会跟我继续合作下去 我们看长远 懂吗 我不是看短期的 我们看长远 我要长期的带给你操作 所以我希望你 没有压力的先来 一个月只要几千元 然后来了之后 买股票 赚钱之后 我们就可以长期合作 信任我们 好不好 要跟我们一起合作的 小资专案 赶快拨电话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现在就加入 叶子杨老师 Line ID 小老鼠 YAYA168 小老鼠 YAYA168 或拨电话 02-2365-9333 2365-9333 大来国际投顾 108金管投顾 新字第012号 本公司于节目中 所推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 本节目资料 是